政府不遗余力的发展旅游业 花超过300万令吉 委任了巴塞罗那著名球员苏亚雷斯 担任我国的旅游大使一年 没看球赛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苏亚雷斯这号人物 他是一位犀利的前锋 不只是球技犀利 牙齿也很犀利 曾经耍阴招咬伤对手的耳朵 由这么一位备受争议的球员来推广大马的旅游业 这合适吗 我们来看 旅游部长怎么说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的问答环节中 旅游部长纳子里在回答公正党国会议员许来贤 有关聘请纪律欠佳的球星 担任旅游大使是否妥当的提问时 为苏亚雷斯护航 纳子里还抛出数据 要大家相信我们根本是捡到宝 如果他很强烈 如果他很强烈 不然他的Instagram 甚至25.3亿 如果他很强烈 别人不追踪他 他有Facebook 18.9亿 纳子里还补充 旅游部还花费了超过400万令吉 在本季度西甲足球联赛的18座体育馆内 透过90个大型电视屏幕 播放马来西亚的旅游宣传广告